好, 繼續回到這個UNIX C++ 我們就嘗試Compile的Program 在UNIX 其實Linux 我們就會用CC去Compile CC是什麼呢? CC command CC的意思就是CC-Compile 所以UNIX 都會用這個Compile Linux 這些他們就會用GCC GCC是GNU的CC 因為他們是分開另一個 Community GNU的意思就是 GNU is not UNIX 不算一下 所以Linux 他們會什麼都是G 你會發現它是GCC 人家MAC,它就是GMAC 任何東西都是這樣 那有哪個UNIX呢? 其實這裡有一個分析圖 以前的UNIX 就是 私人擁有的,不是開放的 那 諸如此類 哪個比較值得說 Linux 你會發現它從來都沒有接駁到UNIX 所以Linux嚴格來說不是UNIX 不過它是跟UNIX的系統 是相容的 是嗎? 它的Command跟著它 還有一些Standard跟著它 所以其實它就 缺統上就不是 所以它的Source Code 事實上是從頭標過的 那另外一個 現在都會看到的就是3BSD 那它們沿著這個BSD 這個系統 這個BSD 這個也是一個很出名的系統 譬如我們用的上網 現在用的 Network 就會用這個 TCPIP 其實是源自於BSD 這個系統 所以歷史很悠久 另外一個就是 NetBSD NetBSD 或者BSD4.4 這個 這裏 應該是這裏 NetBSD 最後就是去到Mac OS X 所以其實Mac OS X 其實都是UNIX 而且它還是正統的UNIX 因為它的Source Code 都是跟著那裏 另外還有一些 比如Solaris 現在都沒有了 不過都是銀行 或者各樣的 Oracle 以前就會用在Solaris上面 後來現在就被Oracle買了 HP 有自己UNIX ARX 就是IBM 所以你看到 這裏有一大堆 OpenBSD 就是 主要做Security 用的BSD 所以這裏是UNIX的Family 這些很多現在都還在使用 你不要以為 這些很偏門 用Linux 其實不是的 很多人都在使用BSD 或者是Mac OS 都是一個 對吧 所以有時候分清楚 所以Linux這堆才是GNU 這些是小歷史的東西 我們嘗試 Complied 所以CC它都行 我們之前有個Ming.cpp 這個HOWEL 我上次安裝了VIM之後 它就有SYNTHX Highlight 你會發覺 如果還沒安裝VIM 只用VI的話 它就不會轉色 而且就算我打VI 它也是VIM 沒有所謂 有SYNTHX Highlight 如果你不喜歡VI 那你就不要用 那你就自己 用其他GID 例如 你自己喜歡 那我一直講下去的話 我會繼續 我會講用其他的 IDE 所謂IDE 就是Visual Studio Xcode 那些IDE Integrate Integrate Devormen Environment 總之就是 有個東西 可以使用Program 方便一點 之後我會講一下 用另外一些 就不會經常都用VI的 雖然都很好用 我都很喜歡用 但是有些人都頂不住 或者其實有些東西 你只是改一個File 就方便 你有十幾萬個File 在這個Project上 那另一件事 那 那我 試一下Compile 這個HOWEL 很簡單 那我就是GCC 或者CC 另外順便講 除了這個GCC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C-Link 那C-Link呢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C-Compiler 那主要呢 它是一個類似GCC 你可以說 那有什麼時候會用它呢 其實Apple 現在的Compiler 就是主要用它的 那它一開始就使用GCC 即OS 10 和iOS 即iPhone那些 後來你繼續轉成C-Link 因為這個就是 它們的Apple 都是Open Source的 這個Apple 它又濕濕大 就是Based on LLVM 那之後再講 LLVM是什麼 有機會 但是很多的 Linux 或者3bsd 或者各樣的 都已經有支援C-Link 所以 你如果可以自己裝 你也可以直接裝 C-Link 其實也有 那它的 Command Line 基本上和GCC一樣 它多一些功能 很多時候 但是它需要跟GCC 所以它 GCC做到的 都可以做到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它更新一些 它的Code更清楚 所以它 它的Error Message更清楚 如果真的說 寫Program 分別 它的Compiler更快 總之 是新 簡直說是新一些 新造 就更好一些 很多都在轉過去 Based on LLVM 已經Default到C-Link 所以 你用哪個Compiler也無所謂 那我們試一下 Compiler GCC 我們現在有個 Ming.cpp 我們Compiler 就有Ming.cpp OK 完了 什麼都沒有發生 好像 它多了個 A.out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我們Windows 到時候 Compiler出來的 EXE 為什麼說Default 其實它就無所謂 在Unix 其實是沒有分 那個 File名 是.exe 它不理 它是主要看 Permission 就看這個 現在是綠色了 即是有沒有Execute 這個Permission 但如果你不懂 你自己另外學一下 Unix 因為 如果我又教C 又要教Unix 那就搞不定 這個是Default的名字 A.out 它隨便給你一個名字 這個可以運用 你可以運用一下 可以運用一下 在Unix 當然可以運用這個 但是 有件事要注意的 就是 即使你現在 在這個Folder 去運用這個 其實它也是 不可以運用的 因為 安全的原因 它是不會 貿貿然 就這樣運用這個File 就算是在 Current Directory 那你如果指明 我要運用Current Directory 你一定要 點 點 就是現在這個Directory 這樣才能運用的 應該是Halloworld 那我就運用這個Program 那你說 我不喜歡 A.out 這個名字 那可以怎樣呢 當然之後可以 Rename它 Rename它 叫做 My.exe 通常 在Unix 就不會叫exe 通常就這樣賣 就算了 如果Program 叫什麼名字 就算了 就算了 賣Program 就不會 .exe 這個 我不懂 不懂 你明白 好了 那你說 我想一次過 comparature 就把名字 那你就選 O 然後 就把名字 叫My.cpp No.cpp No input file OK Sorry Ming.cpp OK 那你就賣Program 那我現在就可以用My.program Hello World 就是這樣 comparature 一句的話 就不難的 那 聽到很容易 但實際上 practically 就有很多問題要認識的 那首先這個 GCC其實有很多 command 如果你 search document GCC options 多到 有些客人的 其實如果你開始接觸的話 但不要緊 你其實用來用去 都用某幾個 這些很多 你看到 有很多不同 command 那 有機會再慢慢說 那 還有在Unix那裡 那 這裡會不會分 它不會 不要緊 那 OK 那就是這樣 那我們嘗試做一個 複雜一點的例子 就是 現在我們只有一個 CPP 當然OK 那如果我又 多過一個 CPP 那怎麼辦呢? 那我平常在這裡開一個 叫做 叫做 叫做什麼 TEST TOCPP 那這邊呢 可能就是 這樣吧 我這個就是 叫做 TEST FUNCTION 那 那我做什麼呢? 那我做什麼呢? 製作 TESTING 1 2 3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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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有兩個 CPP 那很多時候 我們 我們 做開 這個是 有個 Header File 那 上次之前都 都說過 這是什麼 TEST FUNCTION DECAL DECAL PROTYPE 那 還有呢 我都想要 Include一次 的 這個GCC 都支持的 然後 那個 我們都要 Include TEST.H 這個 一樣 Include TEST.H TEST.H 那 我們分別 Main.cpp 和TEST.CPP 都Include TEST.H 好了 那我現在有兩個 CPP 要Compile 那怎麼辦呢? 其實 不難的 都是 加上 TEST.CPP 那 OK的 兩個CPP 給他 即是所有CPP 都給他 就可以了 OK Compile不到 有ERROR 那不錯吧 就改了 有BUG 好 就是這樣 同樣地 我們都 可以試一下 在Main CALL TEST FUNCTION HELLO WORLD 之後 我們CALL TEST FUNCTION 就是這樣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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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之前都說過 Include File的時候 其實是有分 CALL和 箭咀 兩個 Include 方法 CALL 就是用 RELATIVE 以現在這個CPP 是 作為 開始搜尋的 搜尋 那你可能 點點斜間 或者是怎樣 點斜間 或者上一個搜尋 那 那 我們現在把 TEST.cp.h 我們放在另一個搜尋 那 我們開個搜尋 給他 按摩 按摩 用一個Directry 叫做 TEST.cpd 我們把 然後 Kindle TEST.cpd 搬進去 OK 那 TEST library 裡面的 就有TEST.cpd 按摩 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 斜間 TEST.cpd 對嗎 這個方法 但是如果我想 我想像上面那樣,就是用一個search path的方法去做 在resource 上,我們的做法是可以加一個 path 叫它search,叫它compile的時候,search path 作為include path 這裡就不行了,它就找不到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另外一個option 但記住,這些option,減什麼減什麼,這些option 一定要早過這群CPP法 減I,叫大家 就是給Folder名字 Folder名字就是testlibrary 或者你可以打Full path 斜均開始,或者點斜均都可以 這個Folder,點斜均,testlibrary 也應該可以 就是這樣 這裏I,記住是沒有空格的 這裏新好像有沒有都可以 傳統就是沒有 就是I,接著它看到I之後,就在後面開始看 新的好像是這樣的 但不要緊,我們試一下 就是這樣 它就會compile的時候,就會知道 哦,要在這個Folder裡找一下所有include path 例如,我有一個 所謂的 叫什麼 System Include Header System Header 嗯 所以,不是太難了 是嗎? 要 command 當然啦,每次都自己打 所以,我們 不是這樣做事 這樣做事 是不行的 但我想說另外一些事情 就是 嗯 就是 例如,我們把這個 變成一個Library 怎麼做 我們把這個 搬進去 先說 首先,我們要compile一個Library 怎麼compile呢? 我們去到這個Folder 下面 我們都是GCC的 compile了這個 Test.cpp OK 嗯 Include path 都可能要給的 選擇 要不要 試一試 不如 好了 這個compile的話 它說找不到Ming 因為我們需要Ming 走個Program 這樣 正常的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想 真的做個Program 我想做個 叫做 Library 讓我畫圖先 因為在VSOC 其實就不用理會 但實際上它背後都是這樣做 所以都要懂 到最後 我們當然不會每次都要用圖手打 我們會做一個System 類似Project的方力管理 這些Folder 但是,在Unix上 這些都很基本要懂 因為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不會解決 那我現在有一個 Ming Ming.cpp 對吧 這是Folder 另外當然有Test.cpp 嘩 好少少 那 之前都說過 這個應該會 Compline成為 Ming.obj 這個就變成Test.obj 接著就再用Linker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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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出了 那 這個就是Mine.exe 如果我們要做Library 其實我們就做少少手腳 我們就不在這裡連接 連接 這邊不做 我們就 先用Linker 先做 或者 可以叫Linker 都不可以叫Linker 那 這個就是AR 稍後再說 經過這個項目 它就會出了 Test.lib 在Window上 最後在LINKER的時候 我們要用這個LINKING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當然用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個 Test.h CPP 你才能用到這個 HeaderFile 我們做這件事 我們現在用AR AR stands for Archive Archive 所以我們 另外一件事 除了Archive 我們要先把OBJ 如果平時你什麼都不給 它會直接把CPP 然後LINKER GCC本身只有一個LINKER 所以它會嘗試全部參加碟 去出這個 Execute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不想的 所以我們要跟它說 我們不是想要出最後的Execute 我們只是想 Compile OBJ 所以 Compile 在UniX 在Windows那邊叫做DORBJ 這樣 然後我要把這個.o 可能我都要多過一個 多過一個CPP 你每一個就把一個.o 然後我用AR 這個command RCS Test.o 不是,我要給它 Test.lib 就變成Test.o 這個就是LINKER 這個就是LINKER 概念是這樣 但是在UniX 我們不會叫DORBJ 我們會用DORBJ 我們會用DORBJ DOR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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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去考慮 Compile 這個就是Library GCC DORBJ DORBJ MING.cpp 先看一下 英文說 0 英文說 不能進行 是正常的 我們要加TestLibrary 現在可以進行 但是他說它沒有Test 功能 因為 你要叫它連結 到 這個.a 所以 你要加上TestLibrary 裡面的 Test.a 它就會進行到 新設計 以後你用這個就可以用 .a 和 header 就可以用到這個 library 你就不用每次 compile 一個 source code 或者不用給 source code 這個是方法一 方法二就是同樣地 如果我們不想每次都打一個 path 去這個 library 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類似 linker 的 search path 減 L 那就是 testlib test.a 先試一下 這樣是不成功的 因為你告訴你 linker 的 library 是有些巧妙的 巧妙是什麼呢? 我們不可以 這個名字除了叫 .a 之後 我們還要有另外一個要求 要求就是要加一個 lib 在前面 ok 這樣 lib test.a 就是這樣 是個名字不同的 沒有什麼 magic 當我真的 compile 一個 main 的時候 ok 這樣 我們的 library header include 就是 就是-i Library include 就是用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就是打 L 大加 L 小加 L 就是告訴你 我要連結這個 library 那我們現在要連結這個 lab test.a 對不對? 但是這裡就不用打 .a 也不用打前面的 lib 這兩個它預料會是這樣 總之你給它一個 test 它就會找 lib test.a 而找的 path就是 這個減大加 L 這個 就是這樣 應該 看看有沒有錯 這個 先 應該還有次序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要 compile main dot cpp 先 這個 也是 另外一個 那你會問 那我剛才用 ar 還沒有 rcs 是什麼 其實呢 它們分別是簡同意思的 r就是insert c就是create 這個file 因為 ar就是create 和我create lab test.a 這個create r就是insert 一些object 就是test.o 跟著s就是reindex 那個library 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 我們都是用rcs 然後還有什麼command 你可以查的 譬如這個man man 這個command 在unix 其實就是menu 那有什麼command 你不懂 你就man一下 menu 問一下你 ar 那你會看到 其實它有說的 r是什麼意思 r是insert 看到嗎 insert the file 那說完這個man 也好 那你上下 look 上下線序 page up page down 除了按page up page down 除了按page up page down 之外 其實還可以按space bar 就是向下一頁 按b 就是back 就是回到上一頁 下一頁 上一頁 這個是頂頁 下一頁 按q 就離開 還有什麼特別可用呢 就是可以search 例如我想search create 那怎樣search 呢 其實跟vii一樣的斜間 create 那你有沒有看到 他search 那我想search 下一個 跟vii一樣的斜間 他會繼續search 向上search 就用問號 跟vii一樣 所以為什麼會知道 unix的運作 這個man 如果你可以search 當然啦 現在有google很方便 你想想 三四十年前 是沒有google的 大家都是用這個man 就是看 document OK 那現在google 你都可能會快 用man 不過就算在google 打man 也行的 正如google 直接打man 應該是 會出到這個man page 這個man page 的內容 跟你unix打man 是一模一樣的 OK 只不過在website 那 自己考一下吧 嗯 好啦 那現在我們既然可以這樣 我們可以做到整個flow 但是 喂 我們每次呢 都這樣做 都不是辦法的 是不是 那我沒有理由 每次的command 都要記載這麼多 又要記載怎麼打 都不行的 那 不如這樣 我們弄一個 salescript 去compile 這個就一個選擇 來我compile.sh 那我就把我自己要compile的東西 啊 記下怎麼做 例如我這個 剛才叫mark gcc 先 我先要compile 那個library 先 這個library 就是 -compile testlib 斜間 裡面的test.cpp OK 接著 output 就output 去testlib 斜間 的test.o 接著 archive 去rcs 就是testlib 裡面的lib test.a input file 就是test.o 最後我們compile 個main program 就可以直接選 i testlib -l 都是testlib main.cpp 和link 什麼 test 就是這樣 我們試一下 sh compile 其實它等於 寫下 然後跟你做 我們就delete了這個 再一次 我先清一清 這個file 我delete了這個.lib .a.o 這只有 source code 是不是 A.o 我們只要這些 我們下一次 sale 我們下一次 sale 看到它就可以 compile 我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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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照片 就叫做 myprogram 就是這樣 應該ok 的 這個當然是一個方法 用sales script 做 sales script 你還做什麼 但是 都不是很好用的 當你的project越來越大 現在我們就有 多少cpp 有一個cpp 兩個cpp 當你的project越來越大 你會發現有很多cpp 而我們分開cpp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不想每次都由頭compile 所以你想想這裏 我這個compile的sales script 其實每次都是由頭compile 是不是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 不用每次都由頭compile 要不然 我的project是慢的 我改一個file 有 command compile 所以 你想一下 我們可以這樣做 例如我們可以加一些功能 就是說 如果這個cpp改了 這個test.cpp 我們先需要 compile 那個 test.opj 對吧 因爲 這個1 改了 我們先要2 因爲這個2改了 我們要重新 這個ar 從而有一個新的test.lib 或者叫A 或者叫LibTest A 因爲這個改動了 你就 所以要重新 連結 exe 但是這邊 這邊就可以省 那邊 那邊 你便可以不用 公開 但是 你每一個 步驟 你都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改動 那怎樣檢查呢 用一個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 我們 用它的時間 File 的時間 譬如說 如果這個opj 是 是 新的 是 舊的 cpp 即是 cpp update 時間計 新的 就是 這個要改動 這個opj 如果新過這個lib 的話 我們又要連結 又要AR 如果這個library 新一些 我們又需要 做連結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種 用那個file 的時間 去 去 去決定 誰要做 誰要做 這個script 你都可以寫的 你可以檢查 如果 Tesda.cpp 是新過這個 我們走這個 如果不是我就不走 諸如此類 既然這件事都這麼常行 所以大家就做了一個system 叫做mcfile 的system 它做的事情 就是等於我剛才講的流程 就是 你告訴我 你有堆file 是什麼 是什麼 而它們之間 是有什麼關係的 即是 誰呢 就是需要 是 新過 某一個 你就知道 哦 原來這個mint.wj 是來自cpp 所以這個cpp 改了 我就要做某些事情 這裡要叫gcc 這個 這個應該是 叫AR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看看 Mcfile 是怎樣的 Mcfile 也是有很長的歷史 所以其實 unix的時候已經有 同樣地 從gcc的情況下 它也有 GNU的Mcfile 基本上 所以我們就有 GNU的Mcfile 和普通的Mcfile 或者是傳統的Mcfile 你看到 GNU的Mcfile 這樣 現在我就比較少用 舊的Mcfile 因為舊的Mcfile 真的有很多缺點 例如 它的file 處理不可以 有space 或者 不是不可以有 有很多問題 很小的問題 那麼 GNU的那個 比較powerful 那 就算你去到 一些舊式的 比如說 SORRORUS 舊式的unix 你也可以調轉 裝回 GNU的Mcfile 用GNU的Mcfile 希望 不會一頭無水 會不會 未接觸過 可能會覺得 有點迷惘 但是 或者 慢慢來 首先 我們有個file 這個file 有個Mcfile 或者 叫做 GNU的Mcfile 也可以 這樣 那 GNU的Mcfile GNU的Mcfile 一定要用 兩種都可以的 因為 它要支援舊的Mcfile 但是 不要緊 我們叫它Mcfile 就這樣 那我們 試一試 做些事情 我們什麼都不做 第一件事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先打一個 叫做 我們先打一個 先打一個 Echo Hello 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 我們現在 在這個folder 在這個folder 就是這個 我們有一個 Mcfile 只要我們在這裡打Mc 的話 或者這裡叫做 Gmc 在UNIX 即跟GCC 成分 打Mc的話 你會看到它會走 Hello OK 因為 我們這個就是 就是 R HELLO 或者可以在這裡做 可能會舒服一點 會不會 大家會不會看舒服一點 我們嘗試做多些事情 我們要Compile 剛才那堆的關係 我們要Describe 他們的情況 我們看看我們可以怎樣做 首先 我們應該要從哪裏開始做 我們應該由底做起 所以我們要Describe 我們有一個東西 就叫做 My Program 這個folder 這個folder 那這個是來自什麼呢 就來自剛才那句 Linking 的 command 就是GCC -incluor Testlib 是吧 Linking 都是啦 Testlib 還有 Ming.cpp 還有-L Test OK 那它只能幫你加.a 和lib 記住了 這個是我們能夠 關掉My Program的方式 那要告訴你 My Program 還會依賴著 什麼的folder 的 OK 那就是說 它的input是什麼 它的input是來自 這個 OK 就是這一段 它的input是來自 Ming.obj 和 lib.a 的 OK 我們就描述這件事 我們就可能來自 Ming.o 和 在Testlib裡面的 Test 不是 Labs.a OK 那它就知道了 原來這個My Code 是來自這兩個folder 然後呢 我們繼續 繼續做上去 Ming.o 又怎麼來呢 Ming.o 呢 不是 這個不是Ming.o 這個就叫Ming.cpp OK 那這個 這個 Ming.cpp 不用理會了 因為本來就是來自這裡 我家裡有就可以了 那這個 Test.a 這個Lagery 怎麼來呢 我們就照做 這個folder 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 無好 就是來自 來自 Test.o 的 OK 這個 就是Test.cpp 是不是 那也不是的 因為其實你可以有 有N 那麼多個 Let's say Let's say 這個case 複雜些 我們還有 B.obj 就是來自這個 B.cpp OK 所以它應該是來自兩個obj 這個 Test.a 那同樣地 你不想 compile 不需要的東西 例如我只改了B.cpp 你當然不想 compile Test.cpp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裡 就要用 Dependency 我們說 設定了 Test.obj 看不明白 會不會看明白 不要緊 就是 Test.o 還有來自 Test.o Test.o B.o 這樣 下架設 是否很複雜 或者我不弄這個case 就這樣 一個先 這個要怎麼來呢 這個就是R 如果我要做這個.a 的時候要怎麼做呢 就要archive RCS 好 這樣 剛才示範了 Input file 就是來自這個.o 到最後 我們就要做這個 這個.o 又怎麼來 是不是 這個.o 就很簡單 來自這個 cpp 然後 compile 就是 compile Test.cpp 就變成Test.o 好 OK 你不打都可以 你不打去default 就會叫多 那個 習慣打 好 就是這樣 那我試一下 會不會 我們 delete 這些 中間刪出來的file 有什麼要做呢 在這個folder 我們只需要打 make 就可以了 有error 看看先 他就走了這個 叫做 或者我們加這個 這個 Echo 這個就是 link myprogram 這個呢 就是 archive libtest.a 這個呢 就是 compile test.cpp 那我們就知道 它能夠彈到哪一句 你看到 它按這個 compile echo 你看到 echo這句都打出來 很噁心 我不想 它 其實它 會走哪個 command 它會 顯示在 console 那 如果你不想 它顯示 我會加個 add號 它會顯示 但是 echo本身就是 會顯示 不要緊 我們再找一次 看到我們 compile test.cpp 的時候 就錯了 因為它找不到 test.cpp 咦 又是 在這個 folder 當然找不到 test.cpp 因為你要 test.lib 斜銀 test.cpp 當然 你出現 就出現 OK 那 make 好 你看到 它就 compile了 這個 txt.cpp 就是 txt.cpp 然後 archive txt.cpp 然後 你會看到 它的次序是 這樣做的 現在我們嘗試 改一下 file 這個我沒有給到 名字 這個我沒有給到 名字 最後 這個 這個 最後 這個 就是 myprogram output myprogram 應該沒有分別 你看到這次它只改了這個月 但不要緊 再改一次 再改一次 你會發現 已經更新了 我們嘗試做些不同的 例如我們嘗試改這個 txt.cpp OK 我們只是改什麼 改一些 改一些 txt.cpp 1.2.3.2.3.4 好了 現在就是說 這個txt.cpp 就 更新了 這個更新 OK 它應該會一邊 trigger 按一下 make 你看到它會從頭到尾做 如果我只是改一個 main.cpp 就說 save 只改一個 main.cpp 理論上它應該只是 這個改了 這個 main.cpp 改了 這個 obj 我們現在沒有了 stamp 直接動 這個link 這個.a 起碼 txt.a 不會再做過 就是這樣 解釋上有點複雜 如果你不知頭不知老 那我又怕 有些真的 去到unix很陌生的 不是很明白 所以我講得比較慢一點 那如果你說你很了解 你可以fast forward 調快一點 播放速度 或者你直接去下一個 如果你覺得真的會 的 那就好一點了 是不是 那我們再嘗試再做好一點 例如我們 你會發覺 這個migfow 每次打 呢 那這個在lap library裡面 那些也要打一個 完美的 當然你也可以打的 但是 既然這個是一個library 它當然是自己的project 那為什麼我們不自己裡面 嗯 怎麼說 弄個migfow 給它 就是我們在這裏 這個lap library 這個folder裡面 我們都弄一個migfow 就專門是做它自己的library 怎麼做的 那這個library 是吧 搬過來 我用這個test editor 或者 我們結了兩個migfow 這個就是root 那個 這個就是test library 那我們把library 那個呢 可以搬過去的 OK 那我們就起碼不用打那麼長 是不是 每次都打到這麼長 一路改變 我發現 可以越來越短 那些東西 我慢慢 因為我要先解釋這個概念 啊 或者我們先說一下 怎樣叫這個migfow 先 OK 譬如我們現在這個folder 我們想走mig的話 就會走到現在這個folder 那如果mig減大階司的話 其實它就會轉去這個folder 然後再走 當然會找這個migfow 所以它就會 做了一個library.a 那個 所以現在理論上 我們只需要做兩件事 就是先製作一下 先製作一下 然後先製作一下 再製作一下自己 那就是最新的了 所以如果有件夾紙的話 我們又要分開 這個就是myprogram 這個 這個 不可以開folder 啊 因為有個file名 一樣 這個 3號 一些 搬進去 這個 沒有了 OK 我 看看 什麼 這個呢 我們就是要找回 folder 不同的 或者點點斜間 這樣 先 好了 最底的 我們就再製作另一個migfow 做了一件事 就是 就是 叫這個 myprogram 裡面的migfow 以及叫這個 testlib裡面的migfow 次序應該是這個 每次呢 他就會走一走 那我直接在mig 那他就會進去那個folder 第一個這個減C 就會進去這個libraryfolder 先走一個mig 先 那他先 先製作這個library 即是先製作這個 test.a 先 然後再走 comply myprogram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件事 那這個分開file來寫 會不會很複雜 分開file來寫 但這個其實很需要 很實用 那我講講這個 migfow的其他東西 例如 這些全部都是file名 來的 是不是 就是test.o 這些 myprogram 有些像這個all 其實我們就 不是file名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或者這麼說 其實這個mig 可以有很多東西要玩 我這個打mig的話 你看到他現在 就只會走這個 但其實我可以 叫mig 可以叫mig 跟著test.o 他就會找一下 有沒有這個 所謂的target 左手邊這個 叫target 沒有好前面 那他就會 只走這個 這個 OK 只走這個 但如果我 什麼都不說的話 如果我講這樣 我這樣走 他當然就走上面這個 他只走上面這份 當然 會視乎 如果上面這份 是要這個的話 他又會走上這份 即他們本身是一個 跟這個一樣 Dependency 如果你想要這個 他就嘗試一直找上去 還是我只想要這個 他就找上去 如果什麼都不說的話 就這樣 他會選擇第一個 第一個 Default就是第一個 OK 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我這裡有個 all的話 是一件什麼事 呢 如果我這裡什麼都不說 make all的話 其實就是在走 all 但如果我這樣 make的話 當然也是在走all 但是我現在做一個 很可愛的事情 給你看 為什麼這個東西有問題 就是 如果我現在做了一個 file叫all 裡面什麼都好 給他一些東西 那現在我有個 file叫all OK 如果我這樣make的話 他會什麼都不說 他現在就會說up to date 是嗎 假設我現在 改一下這個 main.cpp 改一下 有 save 這樣 他會說 咦 這是up to date 為什麼 是不是 明明 你應該走這兩句 為什麼你走這句 因為all 他會以為是一個file 他會有一個file 他會有這個file 而且你又沒有說 這個file 都是 depends 什麼 就是從什麼生出來的 他看到這個file 又沒有人以來 這個最新 最update 所以他會說up to date 這個時候 有什麼方法 當然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改個怪雞的名字 你永遠不會有file 是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這裡 告訴他 就是 就是 是嗎 fone 哦 就是這個字 這個字 不是一個file 你總之 是接過其中一個 target的名字 而這個target 就是 就是 永遠不會在這個file 那他就不會查 這個file system 如果他經常打 mix呢 你看到 漏了一個separator 什麼 是不是要加 無號 對 你看到 他現在就算我 有all這個file 也好 他會不看這個file OK 他就直接 他看到這個target 沒有什麼需要 沒有dependency 那就直接行這兩個 所以這個就是 Floan的用處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 我想 刪除 刪除 一些 temporary 的file 有些.o 我不需要 當然 你可以做一個 clean的target 這個 很多人會常用 那clean要做什麼呢 例如 我想要刪除 我的program 還有 要刪除 TestLib 裡面的 Test.o 這樣 就可以刪除 當然 我們不想這樣做 所以 我們可以交給 那個 他做的 那叫他 make clean 叫他make 那個target 叫他自己處理 他自己怎麼clean 然後 我們在這個 我們加一個 target 給他 有個clean的target 是一個 abstract的target 還是 prue的target 還是 virtual的target 那 有什麼做呢 就是 刪除了 Myprogram 另外還有 Library 也是有的 要clean Library 要怎麼做 這樣就看一下 可能要刪除 Test.o 還有 刪除了 LabTest.a 就是這樣 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看到 Test.o Test.o 我可以make 當然是compile 第一句錯了 又是漏了 沒有 整天都漏了 沒有 當然是compile 第一個 make clean 的話 會delete file 我又可以重新compile OK 當然我們現在 make clean 它會clean 在兩邊 OK make 重新compile 這個就是 看看有沒有很詳細 這個就是 基本的make file 的流程 然後我就可以集中再說 make file裡面有什麼有用的 實用的 當然它 它有很多東西 它的功能很多 但都是跟很多情況一樣 如果你要看完所有功能的話 你就 有時間看 這個就是它的Document 有多少 看下去也有多少 我只是說一些比較實用的 那你自己再坐一下 用回時間 有target 有這個phone 還有什麼 OK 說一下shorthand shorthand shorthand 就是這個myprogram 你看到這個myprogram 出現了兩次 是不是 這個是我們output的target 所以它有shorthand 就是 moneyadd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先試一下 moneyadd 就是shorthand 所以你就可以用moneyadd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是output moneyadd 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shorthand 就是 這個 譬如這個.cpp 就是money 或是$ 箭嘴 就是input file 或者是問號 問號和箭嘴有分別的 這個 這個case 沒有很多所謂 例如這個case 我們有兩個input 如果用箭嘴的話 就是兩個都 這兩個都一起塞進去 如果用問號的話 就是第一個 這個case 有點吵架 不過這個case 就不要理會 應該這樣 所以先試一下 claim 就是這樣 它這個command 是吧 complete test.cpp 對 就是 就是 cpp 所以這裡 又可以 這個可以用問號 可以用 可以用 $ 箭嘴 因為如果你還有 b.o也好 其實它這裡會塞進去 是吧 所以全部一次過都塞進去 通常就是這樣做 這個case 現在比較複雜 這個case 因為我們又有三個mcfile 所以我就在想 做一個 另外一個example 去說 我們先關掉這些 我們用另一個example 講一下 mcfile裡面的 syntax 如果不是只說 用這個 可能有點亂 開個folder 那 example 那 一樣 我們 還要用 VI 按一下 按一下 都不太好 UNIX 這個 不用 Cup 反正也有 不用再打 我們Cup 還有我們 Cup Test 還有 Test 好了 我三個都放在同一個folder 我不分開 Library做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這個case 可能會令到混淆 我當我全部放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做 好 通常慣例 做個all target 先 Clean target all 放第一個 Clean 看看我們可以怎樣做 我們可以做一次 剛才那個 但我想 希望做的 是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用到真正mcfile的 一些功能 首先 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有什麼file 可以compile 通常 我們會叫它做 cpp source 這個名字 沒所謂的 這個 其實 mcfile 是可以 是可以有 variable 這些 沒有好 就叫target 這些variable 等於1 那它應該是variable 你要小心 它這個variable 跟Pokem有少少不同 因為它不是順序限 它不是順序限 它沒有seqencil 你看到這些 這些target的次序 其實它只是declare 定義這個 dependency 它沒有所謂是哪個先 哪個後 你不能有個 program full的logic去想 好像錯 那我們這樣 cpp source 是有什麼 就是mink.cpp 還有test.cpp 有兩個file組成 然後 所有東西 是什麼呢 所有東西 是myprogram 來的 OK 這個 沒有什麼 做的 那我們 記得 留個空行給它 接著 myprogram 就來自什麼呢 應該來自mink.o 和test.o OK 那要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linking的 我只想做linking 那我連結完 減出 就變成myprogram 是吧 output就是myprogram 就把我全部連結完 兩個.o 這樣先 OK 另外當然你還要Define 這個叫mink. 我剛才沒有說 這些command 這裡都要用tap 譬如你有幾個command 要走 你全部都要跟同一個tap 你不要沒有了tap 在前面 它跟回tap 才走 當作是同一組 所以這個很重要 前面的tap一定是一樣的 那mink.o 剛剛也說過 就是來自mink.cpp gcc-o output就是來自 減c 減out add 就compile這個 cpp OK 另外我要做tap.o 這個我要示範什麼呢 我要示範 怎樣可以好用一些 其實每次都要打這麼多個 你都不是辦法的 對吧 給你耐性啊 這些setup的東西是煩一點的 這樣吧 試一試 應該是留了分好了 為什麼它經常都會開VIM的電話 對 考慮一下 電話 對 怎麼可以適合 對 流了沒有好 這個現在是沒有用到的 是不是 對 對 現在沒有用到的 待會再說一下 先試一試 找不到test.h 是正確的 因為test.h需要 他又會問到自己的 這個可以 Ming呢? 我弄走這個 這個 就這樣按照自己就算了 按照這個桌子就算了 先關掉一些 試一次Ming 這個是問號 對了,問號 對了,這個 這個我還未用到 順便說完這個 反正說了一半 我想說的是 這個Ming CPP 當然是CV 但是如果 我們在這裏 弄用 用IoStream 接著我們用CO 這樣吧 OK save 現在我們用私家家的功能 我們先試一下再 多一遍 他會說 不知道什麼是CO 這個也很值得說 這個 我想做Linking Linking 這個 這個 我想做Compline Compline 這個 這個 我們可以 製作一個 Echo 製作一個好看的訊息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對了 連結這個program的時候 有問題 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它 剛才我想說了一半 就是 如果這個是CV 它知道 那 .o 它沒有能力知道 這個時候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你有幾個方法 Linking 記得這個是Linking Compline的時候 都沒有所謂的 應該是Linking 你可以用這個 G++的 command 這個就是 C++的 OK 剛剛說過 GCC是 C compiler 只不過它聰明知道 你是C++ 所以這個 我們要改為 C++ OK 應該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我們可以再試過 我們解除這些 我們解除了 Clean Clean 怎麼做呢? 解除了program 和解除所有.o 的file 我們可以用 Clean 重新解除 OK 分析到 對 這個可不可以用G++ 應該可以的 我記得 試一下 Clean 再分析 對 所以 基本上是用C++ Poker 我們都很少用GCC 用G++ 問號 就是全部Dependency 箭咀就只有一個 不過這句是永遠都一個 看看有什麼可以改造 這兩堆 其實是一樣的 是不是? 其實你也是用CPP 當作.o 對吧 那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有一件事 就叫做 suffix rule 你跟他說 逢親是.o 都是來自.cpp 的 OK 而且 是用這樣的方法 來complete 這些你就可以不需要了 正好呢? 正好呢? 是remark 是complete 是complete 或者我就delete了 不要 那 逢親他見到這個 myprogram 要這個test.o 那他知道 哦, .o 咦?不知道.o 怎麼做 不要緊 逢親是.o 好呢? 就當作是來自.cpp 的 而且他呢 就是要這樣來的 OK 那當然如果我同事有這個 的話呢 他會嘗試做了 這個叫做 這一份先的 即是如果 match到的話 即是說這個 如果沒有一個特別說明的話 就要用這個 general的 rule OK 就是這樣 你自己可以試一下 是不是? 你可以自己 加些東西在這裡試一下 他牙了誰 那這樣先 試一下行不行 你看看 他就很聰明地可以走到這個 suffix rule 啊 跟著另外 還有什麼要說呢 有這個suffix rule 哦,好啦 那你每次打 還有什麼重複 你會發現 我們又要打這個.o 又要打這個 這樣 是不是? 呃 這個其實我會建議 會好一點的話 就是叫做 我會用 啊 cpp 的object 咯 因為你分開是cpp 還有 不是cpp 就是c 所以 我通常會 分開它 所以這裡刪除的時候 也要刪除 cpp 那這個就變成 跟standard 即是跟一般 那個compile的地方不同 但是 但是 就 好一點咯 ok cannot remove 沒有file 是這個 或者我們再一次 也 review不到 那如果你想它 走這個command 如果它一個command error 的話 它不走下面 了 但是如果加個減好的話 它當然 它這裡說有error 但是實際上 它也會繼續走下command 它全部刪除了 它全部刪除了 然後 沒有去 沒有去 這個 啊 神經病 它這個 加%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剛才其實 它是不可行的 不過 其實 by default 它這個已經做了 只不過它又不可行 它又沒有告訴你 所以剛才 為什麼我懷疑 為什麼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echo 其實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 加% 好一點 那現在它真的走了 我們現在的份 是吧 那我們想做事 好一點 那再推演下去 再推演下去 這兩個 是來自這兩個 OK 或者先講講 剛才講了一半 這個Wearable 這個Wearable 現在我們可以試試 做一個PIN的Target 這樣 這樣 這樣就叫它 Echo CPP Source 出來 CPP Source 是 $ CPP Source OK 你用DollarSide 去用一下它 它就會把這個Wearable 塞在這裡 這樣就試試 MAKE Print OK 它編了這兩個 出來 我想講的是什麼 我想講的是 這個DollarSide 其實有很多Magic 基本上你想它做一些特殊的動作 就加這個DollarSide 那可能我會加一個CPO 其實是等於什麼呢 是等於 PatternSubsidive PatternReplace 和Input OK Pattern 所有CPP 變成所有CPP 變成所有CPP 的HOLD 來自什麼呢 你可以直接打在這裡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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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這個cpp source 然後我們可以叫它 編出來看看 可以debug 這個cpp all 它每逢有space 就當作一個 一個entry 就每個給你看一下 會不會符合到這個pattern 符合圖的話 就幫你去做這個 這個就叫pattern Substitute 除了這個 還有很多可以玩的 我示範幾個 例如有一個叫app prefix 都是看help pfix和input 我們加abcd ABC 全部加在這個cpp source 前面 看到嗎? 它就會加在前面 有些很實用的 你想加個folder名 給它 就這樣做 OK 就是這樣 你可以只要怎樣玩都可以 我們就做這個 所以我既然 濕塑了這個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名字 cpp all 即是說我以後 然後呢 這些都是這樣 我以後呢 只需要告訴你 我有什麼cpp file 下面這些東西 就不用動了 全部跟我compile 當然這裏還有一個賣program 你可以叫做product product product 也是一個方法 product 這個叫myprogram 這裏應該可以有space 我記得 所以我這裏有product 或者可能給大階 可能給大階 它比較好一點 是不是存錯 大階有時候看不到是不是存錯 all 就要product product 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 16條 這樣 delete byproduct 以後你下面這些東西 你不用遲少打過 你只需要copy and paste 其實它可以include 好像include file一樣include 那 你有多些cpp file 你就自己在這裏加 那就可以好用一點 還有 有時候會這樣 譬如這裏 如果很多 A.cpp B.cpp 很多 你不想打光行 那怎麼辦 用斜號可以跳行 這樣 所以通常 我的習慣 最後會變成這樣 最後會變成這樣 最後要記得 留個空行 如果不然這樣黏住 這個就當下行 所以做空行 就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 這個等於project file 你加了cpp 就是這樣 改部分名字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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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可以再先進一點 其實還可以做多些 例如 我連這個都不想打 你和我 共同所有的cpp file 可以嗎 其實都很簡單 都是一樣 用Dollarside 可以做很多magic 其中一個叫 shell 就可以運用 shell command 那我們其實想什麼 LsSync.cpp 這樣 這樣 基本上應該可以 試一試 這樣就一樣 我現在再加個file B.cpp 加了在這裡 我不知道加什麼 做些東西在這裡 這樣吧 好了 大致上 你看到 都可以很方便 所有cpp 都可以自己和你共同 共同的時候 要加什麼 那怎麼辦 那 很多時候 我們共同時 就會另外做些東西 例如 C的flat 或者 CXX 它們喜歡用 CPP的flat 那你就加 你要加一些flat 例如 減 Define debug 那你就把這個 搬在 逢尋 共同的時候 就加這個 即是說 你共同的時候 想有什麼 選擇 你便可以用這個 Wariable 去比 OK 就是這樣 或者做這個 也好 我們試一下 減少 D 你便可以用這個 減少 減少 D 就是 D 定義 這個 D 我們要 debug 可以用這個 可以用這個 做下去 反正 都是 那我們的 config 我們想有 release mode 和debug mode 我們可能 做一個 config 等於 release 這樣 這個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技巧 我們分開 cpp flat debug 是等於 這樣的 按 按 按 和 release i release 基於Config 它會有兩層的 就像這個 看到這個 如果我現在進行Debug 它就會變成Debug Config Debug 所以Release和Debug就可以控制 Clean 每次Clean 你看到它現在進行Debug 如果這裡改為Release 它在這裡就行 No Debug 所以我們可以玩這個 然後你可以再 每次使用這個 都要在這裏改為Release 那又不用的 其實你可以在CMD上付 那就可以Config等於什麼 我試一試 你會發現 它就會Overwrite 其實這個正式是一個文號 的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進行 如果這個Wireboard還沒有設定 就等於這個 有設定就沒有設定 所以其實有很多MATIC 如果沒有設定 就用Release 這樣可能會 可能會清晰一點 這樣 這樣就用Release 那你就自己可以 做一個叫Debug 的Config 那你世家 就不對的 因為世家 就 它找不到名字 所以兩個 符合不到 另外一個做法 簡單的就是 If Equal Config Config 是Debug 我們才 加這個 然後是Else Any 按 按 按 這個就是另一個做法 所以 按 兩個做法都可以 在 按 測試一下 按 Dubuck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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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亂付的 還有一些東西 cppflex 你可能有些是 怎麼說 common 例如 something testing 我又不想這樣掩蓋 你可以用加等於 就是這樣 它就會丟掉兩個 還有什麼可以說 7788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好,另外就是dependency 其實現在如果我 現在如果我改過test.h 這樣 如果我改這個 檔案的話 例如 我隨便加一些東西 然後 我再按它的話 它是 沒有東西是新的 因為它從來都不知道 這個 .h 是怎樣 影響到 這個cpp 除非 你告訴它 例如你加個dependency 一樣 就有一個 main.cpp 是 會受這個 main.h 影響 不是 就是test.h 影響 那你說有什麼 你什麼都不用做 就這樣就可以了 一行 那你同事還要告訴它 這個test.cpp 都是受test.h影響的 那你開啟它 抱歉 這個不可以是第一個 都說了多次 全部都要放在最頂 ok 這樣 接著 這個應該不是 cpp 應該是cpp 那個 cpp o 是要 是要 即是實際上的 dependency 就是 就是這個 這樣 這個dependency 應該可以兩次 對 對 現在再拖 按 沒有 但如果改這個header 它又會compile 那這個 又會衍生另一個問題 就是 嘩 這裡你又 include 這些 又 include 那些 我全部都打漏了怎麼辦 對吧 所以 就有一個方法 就要用 gcc的 command 就是gcc compile 當我們把這個 main.cpp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 叫做 -mmd 對 它就會 它就會出了這個 main.d 你會發現 很多magic 它會做到這個 它就要告訴你 這個.o 是depends on 什麼 就是當它compile cpp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要的 還有我們要做多幾件事 就是 因為我們不用 default 的名字 所以應該叫-mf -mf -mf 就說我想 等等 file名的名字 嗯 這個 OK 我們再試一下 給大家看 如果 -mf 的話 它就會出了 去 output 那個 這樣 這樣 應該 就可以 嘩 我先試一下 -mf aa 它就會 將去 aa Default 它本身將去 main.d 把cpp 改成.d 但是 沒什麼 所謂 我們都可以 做.d 除非你想改 它 所以 -mf 我們都不需要 用的 或者 都好 這樣 按回 input file名 再加 .d 加 給它 output .d 將來 .d 這個 Dfile 其實也是 Mgfile 的 syntax 讓我們看看 這個 來自 OK 我們有什麼 要做呢 我們將這句 想 cpy 回到這裡 是吧 就和我剛才的手打 一樣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include file的方法 去include main.d cpp -o d 所以 我們可以用這個 pattern 就可以 這個 o d 就把所有的 cpp 變成 o.d 這樣 然後我們 include 它 這樣 clean 的時候 我們已經要clean .d 好 現在 把所有的 垃圾 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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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呢 可以試一下 改個 header 改個 text Deutsch 它會重新製作了 不改 所以這個就是 makefile 就是這樣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放在另一個 file 上 然後你每次就 include 那你每次就只 改回你的 program 名 改回你的 file 有什麼 cpp 或者像這樣 那你這個 makefile 就可以 夠洗 而且你都可以做得複雜些 例如 compile 的時候 把這些 all 放在另一個 tamp folder 就不會在這裡 整個垃圾缸 makefile 就可以這樣試 有些煩的 如果開頭不知道的話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關掉 因為你學會了這個 你才知道 unix compile 的時候 要怎樣 基本上全部 compile 了 Macfile 就算你說我用其他的 IDE 它其實最後還是要用Macfile 那如果中間Macfile錯了 你不會看 你就會很嚴重 所以這個你自己做一次 要關掉 那這次講到這裡